美軍驅逐艦飛池傑拉德號和菲律賓貨輪相撞 令人質疑美軍艦隻的安全 美國海軍就上載航母林肯號的測試片段 希望展示艦隻的機動性能 我們一起看看 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林肯號 剛剛完成為期四年的大修 在歸隊服役之前 上個月在大西洋進行了一次嚴格測試 既然稱得上測試 當然不只看看有沒有入水那麼簡單 而是要高速轉向 可以看到長300米 排水量達10萬噸的林肯號 在海上以S型路線航行 左右高速轉彎 雖然船身傾側 但是一直保持穩定 有傳媒形容這艘海上巨母巴 好像表演飄移技術一樣 美軍就說測試目的 是想確定藍隻能夠上速反應 避開障礙物 當藍隻開得愈快 在轉彎的時候 反應會愈敏感 駕手必須確保藍身保持穩定 除了轉向之外 林肯號也都要以最高航速 即是時速近60公里航行 考驗機動性能 無線電視記者賀繩瑩報道